新形势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将往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力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 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不变形 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三是坚持决经事监 五是坚持人的下次坚持人的